村莊叫做北山村 村莊 古陵頭下面的一個村莊 然後建築 建築在村莊的外面 所以我們稱這棟建築的話也叫 北山的陽樓 因為它是有點陽樓的那個樣子 另外一個名稱叫做 北山的指揮所 指揮所 就是部隊指揮的指揮所 1949年 中國大陸的共軍 從我們村莊外面的海邊 打上來 準備要來解放軍門 那個時候 從海邊 就是一路一路的打到村莊裡面來 跟國軍在 在村莊裡面發生戰鬥 然後 就是有一股 共軍 佔領了這棟的陽樓 作為他們的指揮所 那國軍 國軍就是一路 從後面追上來 所以雙方的話 就在這裡發生的激烈的戰鬥 共軍在上面 國軍在下面 雙方就打得很厲害 然後那個現在的牆壁裡面的 牆壁上面的這些槍彈孔 就是當初留下來的 一方手一方打 打得非常的激烈 對 很多的槍彈 槍彈孔的洞 沒有整修 我們就是原汁原味的 保留它的原毛下來 讓我們的後人 來 了解一下過去這邊 發生的一場戰役 現在兩岸之間 也都是 平和了 和平了 所以 保留了這個建築下來 作為戰爭的一個建政 現在當民宿是不是 民宿是在這邊 這邊是當民宿 這邊的話沒有 這邊的話是鎖起來 沒有開放 那現在請大家到後面 後面去看一下 旁邊去看一下那個 牆壁上